田戏少女赵乐斯 田戏少女赵乐斯的长相特别适合古装扮相,五光精致小巧,一双大眼睛灵动有神。他演过的古装角色,大多都是娇俏可爱,古灵精怪的类型,让人一看就喜欢。比如在传闻中的《陈千千》里,他饰演的三公主陈千千,娇俏可爱,古灵精怪,深受观众喜爱。 在《长歌行》里,他饰演的李洛音,天真漫漫,心地善良。与迪丽热巴饰演的《长歌公主》形成鲜明对比,成为剧中一谋亮色。演技自然生动,入目三分。除了样力的外形,赵乐斯的演技也非常自然生动。他善于闯磨人物内心,将角色的喜怒阿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在《新汉灿热》里,他饰演的女主程少商,自认父母双亡,继人离下,却依然坚强独立,聪慧过人。赵乐斯将程少商的成长蜕变演绎得非常到位,让观众既心疼她的灾遇,又为她的坚强而喝彩。 甜美与灵动的结合,圈粉无数。赵乐斯之所以能够成为古装剧女神,离不开她甜美与灵动的独特气质。 她既有少女的娇俏可人,又有古灵精怪的一面,让观众在观看她的古装剧时,既能感受到甜美的恋爱气息,又能被她的灵动活泼所感染。 赵乐斯就是古装剧里的一股清流,甜美可爱,灵动逼人。 她用自己的精彩演绎,为古装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相信随着她的不断努力和成长,她还将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成为古装剧市场一颗璀璨的明星。